我也知道你也快退休了 不要有代退老兵的那種態度 先射箭再畫把的方式去 灌一家電視台 我認為是非常不恰當 15件NCC已經敗訴了欸 沒有15件敗訴 15件已經敗訴 沒有沒有沒有 中間只贏兩件 我們是14件 勝訴或確定 我是說訴訟當中的 訴訟當中的敗訴 你有上訴我知道 只有10件而已喔 你有上訴我知道 沒有沒有沒有 10件15件你都是很多嘛 你都是很多嘛 沒有很多 你的標準根本很不一樣欸 沒有啦 這都是名子名高欸 好 主委 XXXXX 你不罰他 然後你就罰報导XXXX這句話的電視台合理嗎 隨便一個人口誤就要罰那個電視台 我們這太可怕了 誰沒有口誤過啊 賴清德口誤過啊 賴清德把賴品魚講成賴百魚耶 他說下架無視後 可能下架無視遠 哈哈哈 今天衛星廣播電工會 有提出的一些訴求嘛 包括要落實媒體自主 還有要修正一些不合十一的廣電法規 我想問一下主委你的態度是什麼 我們現在目前廣電三法 也內部在討論當中有那個修法的版本 所以這個對 什麼時候會送到我們院會 那可能要等到下會期吧 因為我們這個四月底 四月底的時候就要提新的四個名字 那個主委 因為大家都知道這個科技日清月曰 我想你當NC主委應該非常清楚 為什麼廣電三法要趕快修 就是因為數位匯流 那數位匯流現在你對於電視的管制 已經跟不上時代了 所以要做一個主委 我會知道你也快退休了 不要有代退老兵的那種態度 該做就要做 因為你也講不出一個時程 那我今天就針對 衛星公會 他幾件事情我想跟你 討論一下 NCC組織法的第一條第一句話是什麼 組織法第一條第一句話 就是我們在 黨政軍啊 我都第一句話了 第一句話叫落實現把言論自由啦 發生言論自由 好不好 言論自由是本來第一個就是最重要嘛 對對對 對不對 那什麼叫言論自由 言論自由就是人民有講話的自由啊 人民有講話的自由嘛 包括他可以在很多平台上講話嘛對不對 是啊 那所以你不能夠用莫須有的罪名去規範他 甚至不讓他有講話的權利對吧 沒有莫須有的問題 沒有莫須有的問題 那不能隨便就管制他嘛對吧 我們叫法律事件 那我想請教一下 請問一下無線廣播電視台 我們一般管制的理論基礎是什麼 在國外 在基本上叫稀有資源的事 稀有資源謝謝 稀有資源在FCC 在69年的一個紅獅案 已經被判是不合時宜的你知道嗎 那是FCC的問題 因為NCC就是根據FCC來的嘛 那我們NCC為什麼會學FCC 那是因為 我們認為說過去的行政院新聞局 他兼具行政院的化妝師 有可能會求援兼台判嘛 所以才成立了NCC 對不對 所以他是從FCC來的 那FCC現在都已經認為 頻道稀有已經過時了 為什麼我們NCC還要這樣堅持 沒有 基本上來講 頻道稀有那個部分是在 無線的部分 有線的那個如果說一般 那這太好了 一般我們是認為說 對於無線的管制要比有線嚴格嘛 因為他有用到頻譜嘛 那有線是一個商業機制自己拉線嘛 那如果FCC都已經認為 無線頻譜現在不需要管制 因為不稀有了 那為什麼我們現在還要對於 無線電視跟有線電視 平坡的稀有性還是存在的 就是這麼多的平坡 但是他不是以這個為理論基礎去管制嘛 那我現在 我其實也不是要跟你討論無線電視啦 因為 剛剛我們講的是微星電視 對 微星電視 是 大部分都是在有線電視上架嘛 那現在有線電視 以前在數位科技不發達的時候是100個頻道嘛 那現在最多可以到幾個頻道 有大概300多個頻道 300多個嘛 那科技日新月異可能不止嘛對不對 所以有可能到五六百個頻道都有可能嘛 你如果這個頻道數過多的話 對嘛 那所以基本上 在這樣子頻道稀有已經不存在的情況之下 我個人認為 你現在用現行的廣電法規去管那些頻道已經不合時宜了 特別是 特別是 如果說再用一些 先射箭再畫把的方式去關一家電視台 我認為是非常不恰當 沒有沒有 這沒有射箭射箭 那我接下來就跟你討論這家電視台嘛 我跟那家電視台嘛 當初 主委 你 你關中天電視台的記者會 我也看了啦 你開中民意講的就是因為他受到檢舉非常多 還有就是他被裁罰很多對不對 違規的25件嘛 內空機制 內空機制是後面啦 你之前講的是 你之前講的是 違規比較多嘛 對吧 違規也很多 第一個 檢舉的部分我個人認為非常不合理啦 今天如果說 我要讓一家電視台關閉的話 我動員人家去檢舉那家電視台 就成為你NCC關台的一個標準 第二 你所謂的裁罰25件 剛剛委員也問啊 15件NCC已經敗訴了 沒有15件敗訴 15件已經敗訴 沒有沒有沒有 中天只贏2件 我們是14件勝訴或確定 我是說訴訟當中的 訴訟當中的敗訴 你有上訴我知道 只有10件而已 你有上訴我知道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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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件15件 你都是很多嘛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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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是很多嘛 沒有很多 你一直說他上訴 那你的標準根本很不一樣耶 沒有啦 這都是名指名刀耶 好 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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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跟你討論其中一件啦 好不好 請問一下有一個 有一件呢是這樣子 有一個名主要謝寒冰 他評論說 呃 農委會呢 失職 陳吉仲是 最差的主委 因為針對九孔的價格 農委會呢 居然用產 市價來講產地價 你知道嗎 知道認識嗎 這有沒有落實 事實查證的問題 當然有啊 法院認為有啊 那是你的 重點是說 那是名嘴講的話嘛 你怎麼會去罰電視台呢 哦 那我想請教你啦 今天林又昌認識吧 內政部長你認識嗎 你朋友吧 當然 林又昌曾經公開去指控 盧秀燕 說盧秀燕賣地王 因為盧秀燕在五年的時候 賣了37.5萬的地 對吧 結果實際上是5萬 那林又昌 你不罰他 然後你去罰報道 林又昌這句話的電視台合理嗎 沒有 我們沒有去 任何的檢舉 所以只要有人去檢舉這件事情 你說要罰那個電 報導林又昌電視台喔 我們是有法定程序的問題 不是啦 對不對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如果有人檢舉 你要去罰林又昌電視台嗎 沒有沒有 我是說 義法去處理 你說這先射箭再劃法嗎 沒有先射箭再劃法 然後另外有一個農民啦 說文旦釣到 丟到鄭文西 兩百萬噸 口誤了 應該是兩百萬斤 然後你罰他 你說什麼也是因為沒有事實查證是吧 這個是事實查證的問題 兩分鐘就更正了啦 這個 兩分鐘就更正了啦 我們的法定程序上有很多地方 你如果說 隨便一個人口誤就要罰那個電視台 我們現在太可怕了 誰沒有口誤過啊 賴清德也口誤過啊 賴清德也口誤過啊 賴清德把賴品語講成賴白語耶 你剛才講 又能鬧到他說我們是 他說下架無私謠 下架無私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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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沒有口誤過 我跟你講 主委 你不是只有口誤到問題 我剛剛講我的看點心非常清楚 我非常清楚 我非常清楚 第一 因為我實驗到 你不要佔顧人家時間太久 第一 現在你們管制媒體的理論基礎已經不在了 第二網路時代 所有的人都可以透過電視去接網路啦 實際上現在很多網路的影響力比 微信電視 沒有說不 都差不多了啦 然後第三 現在你如果說可以用 關台的方式來前置言論自由 你先設計的在話法沒有標準的話 台灣就沒有言論自由 這已經違反你NCC組織法 第一條 保障人民言論自由 我實驗主委 你還有三個月 你也還有三個月時間 我希望你能夠改 我的主張是說 要廢除NCC換照權利啦 你不能夠關一家新聞台啦 這真的是前置叫新聞自由 謝謝 沒有言論自由的問題啦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了,這個有助理是非常好 請問一下補充 assistant補充 您聽他的呼籲 你見到會兒的 你在過程中 此時才點到很久 字幕臨上